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你可能见不到我爸了 我爸五年前去世了 怎么回事 突发心脏病 你们搬去国外以后 他和几个兄弟 合伙开了一个米线品牌 叫一线签 一线签 我记得一线签 是C集团的王牌产品 所以这个米线 之前是叔叔在做 对啊 我爸是一步步做起来的 从线下到网店 越做越好 生产量也越来越大 但是我爸本身 不擅长做生意 所以后来 就找了MH做融资 我妈说是MH签线 让一线签被C集团收购的 但是后来 他们想让我爸的心血 变成廉价的自热米线 不管是口感还是食材 都大大折扣 我爸被吸了犯病 就走了 所以你是因为叔叔 才一定要进MH 是啊 我教授跟我说 弱肉强食 是这个资本世界 最真实的样子 所以我就立志 以第二件MH看看 这个金融圈 是不是真的 只有大鱼吃小鱼 在利益面前 善意和良心 是不是只能排在梦灰 那这半年 你觉得怎么样 别人呢 我不评价 但至少在你身上 我还是看到希望的 不管是对邓科 对万山 还是朱又怡 你都没有把利益放在第一位 那你就错了 我也是一个和资本打交道的人 只不过 有些人眼光短浅 只懂得看眼前的利益 所以赚得快 死得也快 我不一样 我眼光长远 更看重长久的利益 只有尊重资本 善待资本 才能得益于资本 小姑娘 你要学得还很多呢 袁大侠受教了 那这么说的话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回家跨年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必须记得住我妈的考验 才能公开我们的关系 那没问题 阿姨小时候就那么喜欢我 现在 也一定会喜欢我 好 那可不一定呢 有些事我没告诉你 当年那个偷我演讲稿的人 一直是我妈心中的头号敌人 我现在还帮你瞒着呢 要是被我妈知道你就死定了 这坎儿怎么就过不吹了呢 演讲稿 我放得到 那你偷我演讲稿 还来什么 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还来 呀